闪亮登场,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餐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回到第二个部份投资有道的时间 Anthony,我们这次和大家提一下 就是这个楼宇案件方面 我们加拿大 上次其实因为时间有限 很难详细谈 其实今次可不可以和我们再详细分析一下 这个新的措施如何影响到我们加拿大的楼市 我记得上次你说楼宇案件的措施 新的限制其实主要都是针对一些的再融资 或者是议案 其实那个影响大不大呢 我们看回它的影响 对障碍来说我会觉得影响也不小 因为首先就是说 他今次政府所使用的措施 其实是看到它是重上了下一着的 比如说它是不停留意着加拿大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个家庭负债情况 所以他就说是目前加拿大每个家庭负债 就无论计算它收入 然后扣除了它的税务方面之后 其实它的比例是超过147% 其实是比美国那时候的每个家庭负债情况更加高 所以加拿大政府就很紧张 就说是恐怕就说出现一个美式的楼房倒塌的事件 其实在这件事里面来说 其实它实行了三种的一个这样的楼房的按揭措施 有限制的 首先第一就是它总而知是 逢偿是你做的楼房按揭 如果是你给那个首期是去不到20%的话 政府就不再提供那个供款的那个年期 比如说阿弥陀营 以前就是35年的 当然再之前的有40年 但是它那个现在就一路减 减到变了30年 对一些想每个月给少一点的用户来说 它们本身的负担是大了的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房屋的融资的时候 如果是想做refinance的时候 以前就可以说 目前房屋的价值是可以借到90% 但是现在就说只是减到85% 而在那个line of credit那里 联邦政府就不再去提供这些line of credit的担保 在这个情况下就说 其实政府是不可以过问银行 究竟每一个用户 它的情况是怎样 但是现在政府就说它不担保 其实银行去借钱出来做这件事 做到line of credit的话 其实银行会承担个风险 所以它在这方面 它会在银行 它会再掌握收紧 其实现在是不是很多加拿大人 都会再将它们的物业去加案 来到可能去再拿回多些钱出去 这个情况其实是不是很普遍呢 如果不是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这个措施也不会影响太大 其实是很普遍的 因为我自己所接手的案例来说 很多人就说它欠了信用卡很多 可能还款那方面它不一次还了 可能就还一点还一点 让你知道信用卡的息后一定很贵 如果它自己有一层楼 如果那层楼是有一定的资产在那里 有一定的资产在那里的话 它可以向银行做一条line 那条line来说的息口就比较低一点 相对信用卡来说一定低一点 所以在我们的过程来说 我们会帮客户做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debt consolidation 是一个和它重组了所有的资产 重组了所有的资产 重组了所有的资产 但是这种东西不会影响它的资产 它就可以还清了卡数 然后可能按照这样 就再还回那条line of credit 但也有一个情形就是说 大部分的客户来说 我们所看到就是 当它有一条line of credit 它就不会这么乖 就还买principle 它只是还息而已 所以很多人也有情形就是说 那条line永远都会在 永远都在 永远都在 都还不到 还不到 很少人称到 所以政府就看回数字 你的数字是这么多人 是这样做的话 他会觉得那些人是拿条line 或者是买消费品 或者是自己享受 但就长远来说 是会影响到加拿大的经济 其实对于这个措施 比如说是针对一些再加案的人士 其实如果对一些 譬如第一次置业 或者第一次去申请 这个留意案的人士 都会不会有影响 绝对有影响 尤其是对年轻人 年轻人在他 因为你知道加拿大 读书 他们那方面的 student loan的息口也很贵 也不是每个都去做RESB 所以他们出来的情况 就是读完书 很多时候很辛苦 就去还工费 而他那份人工也不会高 加拿大税比较重 所以他们根本上没有钱 如果是想自业的话 可能很多时候 要把计划压很多年 或者是如果当他存够钱的时候 或者可能想自己做个小业主 或者可能将公款年期 或者摊长一些 比如说将年期 例如摊到35年 或者40年 好像以前那样 他每个人所还的款项 就比较低 当然息会比较多了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你想看 想做长一些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只看你每个月给多少钱 如果在我们理财角度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 看你楼宇的物业 究竟那个地区 楼宇是哪个区 比如说你楼宇的地段 是一个高价值的地段 到时你楼房的价值是高 它升幅多少 会比较快 到时你卖出去 就可以盖上数据 还有还有一些赚 大家都要留意着这个措施 其实很快就再问一句 究竟这个措施实行之后 会不会对我们加拿大的银行业 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银行业来说 首先我们看到 其实过往加拿大银行 都已经收紧了 由上年四月的时候 今年再进一步收紧的话 其实据看政府 已经不再担保这些东西 以及政府实施了这些 银行也进一步收紧 在这件事来说 当然银行在摩基础收入 相对来说一定会减少 其实全部都是征销 现在加拿大银行 很多已经落在美国 很多去美国那里 去合拼一些东西 他们想增加一些渠道去赚钱 所以在目前的楼房市里来说 会一定有影响 而且物业价格 今年一定会有回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加拿大楼市 今年的走势 可能有机会有点调整 大家要留意一下 说到这里 今天节目时间也够了 去到星期一的时间 早上九点钟 继续在财经三路营 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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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